日前,一张推文截图在网络流传,文章疑似为某央企下属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发布,其内容显示,该公司在某项目竞标准备时间内,一位女员工不顾劝阻连续两个通宵加班,直到第三天晚上开始出现流产症状,随后该女员工被送医保胎,但妇中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。 文章截图还显示,该女员工被送往医院保胎住院期间,领导也要求她安心养胎,但她仍对工作心急如焚,请求其丈夫把标书送到医院,自己则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叫审,其老公帮忙举着标书,审核一小时休息半小时,修改多处错误,最终确保项目按时开标并成功中标,但腹中孩子最终没能保住。 6月28日上午,记者致电中铁十六局集团,询问其次公司是否发布过相关文章,工作人员回复称,目前已有一些媒体在询问此事,已经在何时了解相关情况,该工作人员同时留下了记者的手机号,称,今天会将何时情况反馈,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其回复。